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都是正手发球 队员也好 这个球迷爱好者也好 都用正手发球 我正手发球总是高 怎么办 一个是用机球时间来调 一个是用重心来调 机球时间什么意思 你站的边直 对吧 然后你抛起球来 你发的是这球的高点 这么发 它肯定用跳 它是这样 你怎么办 就像小时候玩的水漂一样 这样贴近于 想办法这是个台面 贴近于台面 切进去 它就会低 对吧 你越高它越蹦 发球的这个机球时间往下降 降到和台面几乎相同的时候 你再发 这个球它就低了 然后重心这时候有什么作用 重心要跟球 重心要去跟球 你不是说你人是人 手是手 球是球 这就很难控制 对吧 这就很难控制 你重心跟球 我压 这个球基本上就不跳 我有压的一个动作 不过球 重心有一个跟球的一个动作 这个很关键 要把它融在一起 这球就发的又软又转 这是重心的作用和机球时间的作用 对吧 嗯 我一压这个球 对吧 我不是 这样 我说 这肯定高 对吧 啊 长球也一样 我跟啊 是 跟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 我们这个业内怎么说 发球好的人都像小偷一样 偷着发 啊 越隐蔽越紧凑 动作越小 用最小的动作发出最大的力量和旋转 这种发球就是好的 人家发球的时候站的 啊 跟演讲一样 站的奔直 对吧 这你要偷起来 是什么概念 什么是偷啊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去发 啊 这种感觉去练发球 啊 长球 这样 对不对 这样就好得多 啊 发短的 你看 这效果就几乎它是不跳的 到台上它是不跳的 这种感觉 这个反手发球也是一样的 对吧 我不管正手发还是反手发 我要想办法 这球过去的弧线很平 刚刚擦碗而过 对吧 擦碗而过 我们看到这个 刘国良 指导 现在是主席哈 我让主席在练队员发球的时候 他有一个 有一个办法 就是这上面 放一个东西 然后让队员从这中间缝着过来 是吧 那目的就是不让你 这个球发得很跳 从这个缝隙这 从 我不擦网 但是刚好过来 就这么低 那你怎么办去做呢 那就是你必须得靠重心 靠这个日复一日这种训练 这种感觉去控制这个球 是一样的 对吧 你反手发球也是一样的 你接着球完了之后 你也要一个有一个随球动作 随球动作 用重心 其实我手是吧 你看我的手没有很大的动作 对吧 我手就是一个小寸劲 然后我靠什么来爆发 来带动我这个发力呢 我还是靠重心 还是靠腿 来完成这个 加速动作 对吧 这是短球 重心始终发 啪的很低 它没有发完站的这一说 或者发的时候站起来这一说 没有这一说 对吧 重心始终压的很低 为什么 我就要这个球过去低 我是要压这个球的弧线的 对吧 长球呢 长球我往前走的很多 我的重心也是 往前顶的很多 我人都恨不得这样了 对吧 我人恨不得都飞起来了 为什么 我要去压这个球 我怎么往后坐呢 这你肯定发不好嘛 没数嘛 对吧 前跟 就是刚才我说的 跟重心 就会很长 这球 是这样的 我现在看着你 是不是 我刚才看着你 我وں你 好 我 不是